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初建配饰系列 三茶花的勾变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日本进口及细蕾丝 并采用雅光花心及包巾材质配件提升整体精致度 有三种配色可选 全套材料包可完成一只胸针 一对耳钉及一只戒指 成品精致优雅 可轻松搭配不同的组装风格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 参考材料包详情页面 所有的花朵的勾枝方法都是一样的 每一朵花都有同样的三层花瓣组成 最后与花心进行组装即可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首先进行起针 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用大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放在线的后反 绕线 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 勾针再次绕线 拉出 拉紧线头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勾锁针 勾针绕线 拉出 这就是一个锁针 绕线 拉出 两个锁针 一共完成11个锁针 这里已经完成了11个锁针 我们找到勾针往回属的第二个锁针 调起这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勾针绕线 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这是一个引拔针 接着我们要开始第一个花瓣的勾子 先勾四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接着我们要在刚才引拔针的同一个位置 勾三卷长针 勾针绕线三圈 穿过刚才同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绕线拉出 这时候勾针上有五个线圈 一次勾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一共完成三次 最后勾线直接拉出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三卷长针 接着我们要在这个同一个路针位置 再勾七个三卷长针 也就是一共完成八个三卷长针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完成剩余的三卷长针 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八个三卷长针 我们来看一下 最边缘这一条是起立针的四个锁针 接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我们再勾四个四个锁针 在刚才这个同一个锁针辫子上 引拔一针 作为第一个花瓣的结束 接着我们看一下 其针剩余的锁针 从花瓣相邻的这一针开始 往左属第四针 挑着第四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引拔 接着和第一个花瓣一样 用四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同样在同一个位置 勾八个三卷长针 最后再用四个锁针和一个引拔针结束 之后同样间隔三个锁针 在第四个锁针上 勾第三个 也就是最后一个花瓣 大家自行完成剩余的部分 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三个花瓣的所有的勾枝 最后一针引拔针也已经完成 接着勾一个锁针作为固定 留一小段线头 断线 这是结束的线头 这是起针的线头 将这两根线头一起打一个结 这样 单层的花瓣就完成了 每一朵花需要完成三个这样单层的花瓣 注意看 这是花瓣的正面 这是反面 反面的纹理较为模糊 正面会比较清晰好看 大家一定要学会正确的区分正反面 将花瓣稍微修整形状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花朵的组装 先来看一下已经完成组装的花朵 是这样三层交错重叠的 第二层花瓣的位置会在第一层的两个花瓣之间 第三层同样 接着我们先取出7到9根花心 数量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调整 这里我们采用的是两种颜色的花心 大家也可以只用一种颜色 先将这几根花心用胶水稍微固定一下 对着 用镊子稍微调整一下花心的位置 并将它们轻轻地夹在一起 接着取出另外一个颜色 配色用的比较少量的花心 先对着好之后 和刚才粘好的主色的花心放在一起 配色尽量放在一侧会比较好看 用镊子调整和固定形状 适当地补充胶水 花心这样整理好之后 可以先放一边 让它稍微干一些 这里我们直接进行接下来步骤的演示 在花心的底端部分 涂抹一圈胶水 取出一层花瓣 尽量这样贴着花心的底部 绕一圈 一定要注意花瓣的正面朝上 这样子花瓣很容易就可以固定住 花瓣的头尾两片 可以稍微有一点点重叠 捏住花瓣的底部 将花瓣尽量向上推紧 这样完成后的成品不会太高 线头要注意 调整好位置 这里可以在头尾两片花瓣之间用胶水稍微粘贴固定 用镊子调整形状 辅助固定 接着进行第二层花瓣的固定 在第一层的底部和花心的梗上涂少量胶水 接着在第一层花瓣 两个花瓣之间 开始固定第一个花瓣 轻轻贴上第一片 接着将剩余的两片这样绕过来 只需要确保第二层的每一片花瓣 是在第一层的两两的花瓣之间 这样会比较美观 稍微调整好形状 并将花瓣往上推紧 避免中间有过多的空隙 每一层都调整到满意后 再进行下一层花瓣的安装 花瓣边缘的位置 可以用镊子辅助进行调整 接着同样的方法 在第二层的底部和花心的梗上 涂抹少许胶水 固定上第三层花瓣 同样是在第二层的两两花瓣之间 浇水不会干得那么快 所以慢慢调整没关系 同样要记得向上推紧 以免成品过高 最后调整好形状 这样单个的花朵就组装好了 之后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 将所有的花朵都组装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 戒指的安装 先用剪刀将 底部多余的花心和线头 直接剪掉 在花朵的底部涂抹胶水 戒指上也涂抹适量的胶水 将戒指固定在花朵的中心 接着用镊子辅助 将花朵底部和戒脱 夹紧到一起 戒指有四个爪子 直接让它穿过枝片就可以了 不需要将它压下去 这样 绕圈 夹紧 就可以了 接着进行耳钉的部分 耳钉的固定方法 其实和戒指一样 同样在 织片和耳钉上 都涂抹适量的胶水 同样用镊子辅助固定 最后在胸针上 也用同样的方法 固定花朵 这里一定要用镊子来绕圈 这样轻轻地按压 夹紧花朵的底部和底托 固定一段时间 让它稍微干一些 胶水彻底干透 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建议大家在 放置一两天之后 再进行花朵的定型 接下来说明一下 花朵的定型 用耳水 1比1稀释过后的定型液 直接涂抹在 纸片的背面 每一个花瓣都需要 涂抹定型液 不需要涂太多 稍微 浸透就可以了 接着使用镊子 轻轻地翻转 花瓣的边缘 定型的方式 也可以根据 个人的喜好来调整 如果喜欢花朵 原本朝上的 这样的花瓣的样子 不需要向外翻转 也可以 这样的定型方法 要注意的是 不要将整个花瓣 向外翻 尽量只翻转 花瓣边缘的部分 这样定型后的样子 会比较灵动一些 基本上调整好形状之后 自然晾干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 出现配饰系列 三茶花的 过编制作学习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